大米來講一下 你20歲就開始當記者了 20幾 20幾歲對不對 那為什麼你會有賓食的經驗 其實我覺得很多時候呢 做一份工作要提醒大家就是說 其實你的前輩在過什麼日子 你將來就會過那樣的日子 你真的不會差太多 然後那時候我剛入行的時候 我就發現我那時候跑立法院 就發現說那種很厲害的前輩 就白天的時候呢 就拿麥克風連線 就世界都是他的 然後晚上還主持節目 就是那種厲害到不得了的前輩 然後就有人告訴我說 那個前輩他已經有憂鬱症 然後就是常常在請長假 我就嚇死了 我想說 電視台 對 在電視台 然後我想說這麼厲害的前輩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 然後內心會覺得 這不干我的事 因為我個性實在太活潑了 我覺得說這種事情 只是當作八卦聽一聽 可是等到我30幾歲的時候 這等於說已經做新聞記者做一陣子了 那因為我非常喜歡這個工作 然後我希望能夠使命必打 所以呢我在打稿的時候 我是不會去吃東西的 所以我基本上我午餐都只喝珍珠奶茶 因為會甜 你就不會餓 就有熱量啦 對 你就不會餓 那我就一直過這種日子啊 然後我個性又那麼活潑 我都不覺得我會跟死亡有什麼關係 結果沒有想到就是說 當你這樣子這麼久之後 我的心臟就開始會亂跳 30幾歲開始當主管壓力更大 對 然後我心臟開始會亂跳之後啊 我就去看心臟科嘛 結果他居然給我開的是抗焦率的藥 我心想我不能接受耶 我不能接受就是 你有點焦慮症是不是 他覺得我壓力太大 那我不能夠接受的是說 我怎麼會再吃這種藥 我對那一顆藥 其實是非常難以接受的 可是你不吃呢 他就是會心臟亂跳 好 那你吃了就會比較好 那你比較好之後呢 大家在工作上的時候 就會覺得說我比較好 我就繼續做啊 因為我要賺錢啊 然後我又喜歡這個工作 然後你不覺得你會怎麼樣 就有一天呢 你知道電視台的主管們嘛 那記者們都出去了 就會比較輕鬆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你猝死 可能會是當天突然發生了什麼事 或者是說飛機掉下來 地震啊 或是太陽化衝進去 不是的 我覺得你會猝死的那一天 永遠都是你沒有想到的那一天 那我那一天就是風平浪靜啊 然後一群主管們呢 就在那邊就是預備看電視啊 然後在那邊評論嘛 然後氣氛非常的開心 我就正要評論那一條新聞的時候 我突然我講不出話 然後我的嘴唇開始發麻 我左手臂跟我的左半邊 我全部都在發麻 然後你知道那個 那個空間感是非常驚人的 就是他整個是靜止的 然後你旁邊有人 因為旁邊都有別的主管嘛 可是你沒有辦法動 你完全沒有辦法動 也沒辦法講話 你也沒辦法 你整個沒辦法控制你的身體 所以你會驚恐 當時候我真的覺得 連續劇演的都是真的 因為你的身體就會往前傾 你唯一那剎那 你唯一的動作就是去摸你的心臟 然後你就停在那 沒有人會察覺到你不對勁 沒有人 也不會有人去幫你叫救護車 因為那太短 因為你沒有求救啊 你求救不出來 而且那是瞬間 那是瞬間 那才可怕 然後你知道嗎 我那時候真的覺得說 我要往生 我整個人生停格 我覺得我要往生了 那時候幾歲 我那時候 我想40 40 39的時候 很年輕 我真的沒有想到這件事情 會發生在我身上 所以你知道嗎 突然 我真的覺得是上天保佑 就是突然你能夠講話 你知道那時候你有多害怕嗎 你的那種動物性的本能 你只想要活下去 那這一份工作 我是非常喜歡 那你是心肌梗塞嗎 我跟你講 我當時候真的不知道 我發生什麼事 可是我真的嚇懷 然後我這麼喜歡這一份工作 我當下立刻拿起我的電話 我的大主管那一天不在 在辦公室 我當下立刻拿起電話 跟我大主管說我不要坐 因為我覺得 我再坐下去我會死 然後我的大主管就 人在外面 他會覺得說 你這個主管是怎麼了 你平常看過那麼多 大風大浪的人 你這時候在跟我鬧什麼脾氣 你要離職 你不能夠等我回來嗎 等我開會回來再說嗎 可是你那種生存的恐懼 你真的已經不想要 你一秒都不想等 那我就晚上就立刻跑去看心臟科 看心臟科之後啊 他開給我的藥叫舌下定 就是那一種預防心肌梗塞 我一看到那個藥啊 我根本覺得我就一定要走 那那時候我的大主管還在留我 可是你要去想喔 第一這是我最愛的工作 第二我已經是一個成年人了 我有防膽 我有效仰金 可是你知道那種 想要活下去的念頭太強了 你可以把這些都拋掉 所以我後來就立刻 所以你覺得你的心肌梗塞 是因為壓力跟生活不正常 最主要是壓力 但我要分享的是說 心肌梗塞它在發生的那一天 絕對不是你最操勞的那一天 你是長期累積啦 對 長期累積